今天呢在世界航天界上出现了一件大事啊 印度的越船三号啊 在月球的南极呢首次实现了软着陆 印度不但成为了第四个在月球上实现软登陆的国家啊 而且成为世界首个在月球南极实现软登陆的这么一个国家啊 大家想想啊 印度啊这被咱们广大网友多么看不起 在咱们中文互联网上基本上是嘲笑最多的两个国家 一个是印度一个就是韩国嘛 之前印度发这个飞船的时候 我记得就被网友们各种冷嘲热讽啊 觉得印度啊肯定有失败啊 从这儿啊我们不得不看出 印度这个国家啊 虽然说啊 它离中国的航天技术还有一定的距离啊 离美国相差的更远啊 但是不得不说 印度在尖端领域的这个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 它领先俄罗斯领先一步完成了 那么首先呢我们这儿先确立两点啊 我先说领先俄罗斯肯定很多人心里会不舒服啊 怎么领先俄罗斯呢 对不对 前苏联是第一个派探测器在这个月球上登陆的呀 这个话说的没错 但是前苏联代不代表俄罗斯呢 那当然不代表了 因为前苏联是分家了嘛 前苏联是一个联盟嘛 那前苏联的技术如果被俄罗斯继承了 那俄罗斯也就不至于上一回登月失败了嘛 对不对 目前为止呢 俄罗斯的太空技术跟前苏联比 那可差的太远了毕竟啊最重要的白俄罗斯啊 乌克兰啊哈德克斯坦啊这些大国啊都已经离他而去了 而且俄罗斯通过这次俄乌战争啊 我们相信也都能发现啊 俄罗斯的技术其实已经不太行了 而且呢 它的有一些部分的技术已经慢慢的在被印度超越了 其实呢 印度这次登月成功 你要让我总结吧 就是八个字啊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其实咱们中国人啊 多少对印度都会有点看不起 这个大家拍着良心说应该是这样 我猜在咱们啊 中文的互联网上对印度看不起的还是绝大多数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 印度这个国家也在不断的刷新着大家对它的看法 虽然说我们说印度的航母已经成为一个笑话了 印度的战机成为一个笑话了啊 它也在努力的追赶 只是说它的基层啊 它的很多地方不如中国 但是总体来说呢 印度也是一个新兴的大国啊 慢慢的在布咱们的后尘 对不对 如果你把前苏联抛开不算的话 印度这可是第三个完成的啊 英法到现在为止都没搞成啊 我知道欧洲航天局还登陆成功为一个 但是欧洲航天局那是集合了整个欧洲的力量去干的这个事啊 但是三个国家完成的 印度可算是另外一个啊 咱们中国首次探测器软着陆的时间 也不过就是2013年 印度跟咱们相差的时间其实不太长 印度虽然说离中国还有不小的差距啊 但确实是一个值得中国整体的对手 为什么我其实一直都在跟南亚说 咱们国内啊对印度的重视是不够的 印度不论说他在英国当首相也好 在美国出了那么多国会议员也好 在美国大量的工程师大量的啊这个CEO是印度人也好 包括美国登陆火星的总是也是印度人 我们都知道印度的一流的人才可都在美国 他靠着这些二流的人才他依旧完成了在月球上软着陆 我个人觉得这还是一个啊讲实话挺不容易的这个创举啊 包括印度这个国家的人如果你打过交道的话 你不得不承认啊还是挺聪明的一种人对吧 你包括你看印度人在美国跟咱们华人比 那真的是遥遥领先啊 那印度人不只是跟华人比了 跟各种族比他的收入都是遥遥领先啊 那跟咱华人比正好是遥遥领先50%以上啊 收入跟你比对吧 那其实你说华人在海外干得过印度人吗 其实就是干不过嘛 你只能安慰自己说西方人不信任我们信任印度人 但其实在美国这种无规则的情况下玩 大家都是无根之草的情况下玩 你就是干不过印度人吗 这有什么好不好意思承认的 华裔们咱从零开始嘛 正经的在美国大家都从头开始混 你这个群体就是没干过人家印度人吗 这有一说一的嘛 对不对 只是说我们中国要比印度强 但是我不得不说印度这国家其实挺可怕的 可怕的是在于他的人口基数 你要知道印度人啊 对于中国人的劣势是在哪 是在于他的底层太不容易整合了 而且印度的民族文化差异太大 导致他没有办法用同一种语言 他没有办法统一文字 但是印度现在已经在做了 印度现在已经在搞他的给全民做身份证了 已经在搞他的基础教育了 如果印度真的普及了基础教育 那么真的对中国一个全新的威胁就产生了 他不但是对中国一个全新的威胁 我觉得他对世界都是一个威胁 因为印度的野心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只是说现在由于他的实力所限 你把他的野心仅局限于南亚次大陆 但实际上包括他对周边这些国家的吞并 能看出这个国家的野心是非常大的 而且大家你千万不要觉得 印度这种国家永远不会成为威胁 那不是 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中国这样的国家跟印度 它是有地缘上的接触的 它是有漫长的边境线的 我们是中国举全国之力 那是比印度厉害得多 但是你可能举全国之力对付它吗 不可能 你有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威胁 但是人家印度却可以举全国之力来对付你 对吧 所以说这个其实不论从任何方面来说 印度我都个人觉得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还有就是目前为止 我看到的大家就这种对印度的看不起 有点像当年西方对中国的看不起 非常像 当年咱们怎么追上的西方 咱们怎么在很多领域超越的西方 大家是不是都忘了呀 就是利用西方的偏见与傲慢 就是利用西方对中国人的看不起 一项一项的把他们超越了 仅用一句康熙王朝里面康熙的话 那棵老歪脖子树还在那呢 怎么超越的别人你们都忘了 你现在自己就变成西方当年那副自大的样子了 你不要管他这个民族中用或者不中用 团结或者不团结 他只要在这摆着量大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他就会是一个威胁 那蠢与傅有一句话说的很好嘛 就是几万头猪 你抓三天抓得完吗 抓不完吗 那更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啊 而且这些人的智商可不低啊 就在这摆着 你们居然能这么高兴的出来 别人登月了以后只比一晚十年 我们认为对方没有威胁 而我们登月比美国晚几十年 美国却认为我们是个威胁 这是不是说明在我们很多网友眼里 这个捐安思维的程度好像还不如美国人强 知道在很多朋友眼里啊 印度就是一个满地都是乞丐 满街都是流浪汉的这么一个地方 但是你看看印度的GDP跟中国差多少 正好差六倍 印度是2388.6美元的人均GDP 中国是12000 而中国的人均GDP跟美国的差距 差不多也是五六倍 你说美国领先中国人均五到六倍的时候 美国对我们掉以轻心了吗 可没有啊 咱们凭什么能觉得 咱们领先印度五到六倍的这个人均GDP 咱们就能对印度掉以轻心啊 而且人均2388.6美元 差不多就相当于咱们2000年初的时候的那个水平 我猜印度现在吃不饱饭已经不是常态了吧 至少在2004 05年的时候 大家觉得那个时候我们吃不饱饭还是一种常态吗 那时候日子已经过得相当好了 只是还没有那么发达而已 对不对 大家记不记得 而且那个时候咱们已经是想下馆子就下馆子 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了 在那个时候已经是那种情况了 我觉得印度应该也不会比那个时候差太多 印度要我说啊 跟中国在有些地方比较像 没有中国人能干嘛 没有中国人靠谱吧 但是他其实也一直在往前走 我知道大家现在觉得印度的那个样子很扶不起来 觉得有点烂泥扶不上墙 可是大家看看西方传教士对中国人在晚清时候的记载 在我们文盲率那么高的时候 对我们的记载 你跟印度人有啥区别 在晚清那个时候 那中国人能变成现在的这股惊情 能变成现在的这样 你凭啥认为印度在普及了他的教育以后 他变不成你现在的这个样子 如果是作为一个成年人的话 作为一个成熟的人啊 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个威胁在哪儿 毕竟来说对于中国来讲 他的主要威胁来自于西方 而并不是来自于印度 你不可能举全国之力来对付他 他只要在这儿能牵制住你一部分 那对于中国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 所以说印度这个国家其实蛮值得重视的 你看看印度现在已经取得了多少成就了 他的科学家 他的政治家也在海外不断的进步 而且他的国际的形势要比咱们好得多啊 不管是美国也好 英国也好 这可都把印度当自己人 哪怕是俄罗斯 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可比咱好得多 那很多武器 俄罗斯愿意卖印度可不愿意卖咱 虽然说很多朋友自己自我安慰 说这个俄罗斯是看不上印度 对看不上印度 反正卖他不卖你 看得上你但是不卖你 就这么简单 所以我就说印度这个国家 其实他在保持一个中立的这个过程中 他很像没有崛起前的中国 他很像 虽然说印度人总的下说他不如中国人靠谱 我觉得这个国家是一个作为巨大威胁的存在 我知道这期做完肯定很多人又是冷嘲热服 我不得不说的是 我觉得现在互联网有一种风气 我觉得很可怕 我虽然说一直考95分 但是我的对手哪怕他已经突破了80 我觉得他离我 已经不会太远了 至少我会把它当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我没有大家那么乐观 可能是这个东西 你觉得你挣3000的时候 2000的人对你产不生威胁 我觉得这个东西难说也难说 是吧 一方的民间当时有多么的狂傲和自大 大家不妨看一看那个时候的东西 想一想那个时候的西方人是一副什么样的嘴脸 一些网友再对照一下自己 你看看你们像不像 行吧 这期做到这 多的不说了 这期聊到这 大家拜拜